我会害怕化疗 头发都没了之后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接受那样的自己 在台湾 8%的女性癌症患者 因为害怕掉发而抗拒化疗 一顶夹发能改变这一切 但制作一顶夹发 必须仰赖8个人捐赠真发才能完成 而且许多人都认为 头发必须非常长才能捐 使得台湾的捐发量 长期缺乏 事实上只要超过15公分就能捐发 我们也观察到 九成的台湾人在农历年前都会捐发 让自己焕然一新 这是一个鼓励捐发的好时机 我们结合台湾人过年时 发送红包给予祝福的习俗 设计出15公分捐发红包 想法非常简单 在一般的红包上 印上15公分刻度 告诉大家 只要头发达到这个红包的长度就能捐发 我们与斐色 青丝胡同 Magic Sal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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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郎合作 将捐发红包发送至台北 台中 高雄 过年前戏 当人们捐发时 只要拿起捐发红包 就能简单比对自己的头发长度 剪下15公分的头发 装进红包袋中 即可传递对爱友们的祝福 这个想法 除了创造更多捐发机会外 也让更多人知道 捐发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我们期望明年能有更多法郎参与 一起帮助更多癌友 获得面对化疗的勇气 15公分捐发红包 创意结合习俗 让捐发变得更简单 除了捐发 我们也邀请你赞助假发制作经费 让更多癌友 及早得到帮助